我今天希望統計出一個結果 除了可以統計一個字一個字的統計之外 我們也可以統計什麼 哪些字或詞,其實字評或詞評 當然如果你要統計字評,你變成全部要切開來 可是切開來其實也蠻浪費時間的 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說 在《道德經》裡面,當然不外乎《道德經》 它最重要是講道、講德、講聖人 還有講無為 其實它講無為有時候不見得只是單單講無為 無為是後面的 你要能夠無為是你要先有為 不然你無為,難道你整個就放掉了 然後什麼事都不做,你就會有嗎? 應該不至於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它前面只是說無為是 最後的境界 當你已經有了,你就可以 就是為而不是 就是說你 什麼講 功成身退,我覺得它講蠻多的 《道德經》裡面講很多 就是說人在 某一個境界的時候 就是還是要放 就是不要執著 跟那個佛家講的其實蠻像 我的體會 OK 那裡面還有什麼君子 像儒家講的 不過他講的君子 還有像儒家 《倫義》裡面講的 仁義、理智性 這些 有沒有出現? 有 但是意識可能不太一樣 那至於數量 我們先不要講說 到底意識是如何 到底數量是多少的話 那如果假設我要統計一下 所以請各位 把這個做完之後 那我要做一個持平統計 然後把這些關鍵字 可能這是我想到 當然如果還有別的關鍵字 你也可以再加上去 那只是說 我有個需求 我想知道 到底它出現的次數多寡 在這81章裡面 是怎麼樣 那你想說怎麼算 你說老師 這個是不是這樣 如果要找道德經的道 那是不是說要道 篩選 當然其實有個方法 就前面篩選這邊不是有 篩選的話 當然你可以這樣 把它包含 包含道這個字 那它就會出現 出現道的結果 那你可以把這個道的結果 游標放A1 Ctrl 去個向右向下 然後Ctrl C Ctrl C做什麼呢 你在開一個工作表 把它Ctrl V貼上 Ctrl V貼上之後的話 寬度不足 自己要調一下 那你可以 Ctrl 向下 就可以得到 總共有 有三十八 就是 八十一章裡面有 應該三十八減一 三十七章 有出現道這個字 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 那如果 我知道 可是我是不是說 三十七 那是不是我這邊要填上三十七 OK 那可是問題 有這麼多我要查 那是每個都要這樣查 浪費時間 怎麼做 OK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接下來跟各位講 除了說你可以用剛剛講的篩選 貼到一個新的去看結果之外 其實另外有一招 OK 所以當然這個篩選其實是讓你做查詢 如果你要保留是可以 可是問題你要只是單單要算幾個的話 那跟各位講 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我把這個刪掉 如果你要做置評統計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要學會Excel的有一個 這個 函數 它是在統計類裡面 名稱叫 這個插入函數 找到類別是統計 統計裡面有一個函數叫做 叫什麼 COUNIF 那這個COUNIF的話顧名思義 COUN是算幾個 幾次 OK IF的話呢 是說如果這個字出現的話 所以如果COUNIF把它結合 就可以算 到底 它出現的次數 是幾次 只是說這個COUNIF 要怎麼可以結合 剛剛類似的方法 就是有點像查完之後 告訴我找到的 數量就好了 而不需要說我還要再把那個 複製然後算多少 太麻煩了 那只是說如果你要用COUNIF的話 特別注意 1 先找到插入函數 所以你可能要先做個這樣的一個 關鍵字要查什麼 然後次數幫你算 算的話用COUNIF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查詢的 所以它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的話 你要去哪邊查 這個第一個參數RANGE RANGE跟他講 你幫我到那個 前面這個工作表 道德經 然後把他改道德經 裡面的 哪裡呢 應該內文 B2 一直到 底下應該是 B82 OK 那你要選 你不要這樣 這樣一往下 我建議你 先點B2 按下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這樣他會選到底 OK 這樣比較快 你千萬不要再一直往下拉 因為太久了 而且也可能會過頭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叫Ctrl Shift向下 OK 第一個 範圍就在這裡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條件 什麼樣條件呢 幫我找找看這個道這個字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兩個問題 這個應該知道 第一個是範圍 第二個是條件 那只是說 範圍部分 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一樣的問題 請你在 B2的2 前面加前的符號 B82的 82加前的符號 因為等一下向下拉 才不會 加一號 OK 這個地方注意一下範圍 第二條件 那條件的話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 你要找的 如果你假設只到的話 放進來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找的這個範圍裡面 儲存格一定要全部都像這樣 他才會是 認為是找到 可是不可能 在一個字而已啊 那儲存格這麼多字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只是要找 如果 那個儲存格裡面有出現到這個關鍵字的話 那就幫我加一喔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 再做一個 很重要的動作 就是說 前後要加上那個萬用字元 讓他知道說 這個道其實只是在 儲存格裡面出現過就可以了 那可是要怎麼樣讓他 可以加上那個萬用字元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你在 A2前面加兩個雙以後 然後加一個AND 意思就是說不管前面加什麼 不管前面 前面什麼 就是加一個等號 不管前面是 什麼 等於什麼呢 等於加一個星號的意思 等於星號 意思就是說 不管到這個字的前面是什麼字 只要有到這個字喔 當然還有後面 後面的話再加一個AND 串一個 雙以後兩個 前面前後都是 串 AND前後都是串 前面是加等於星號 不管前面是什麼 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星號就可以了 不管 後面是什麼 只要 中間 有 到這個字的話 那你就幫我算一下 有幾個 回報給我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假如底下有 出現數字的話 恭喜你 表示你做對了 所以 COM IF還蠻好用的 馬上幫你算完 所以 你就不用像剛剛 我還要篩選 篩選我還要貼上 貼上還要算 不用了 OK 這樣快很多 應該可以知道原理原則吧 其實最難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就是 只要 你這個 出生課裡面有出現這個關鍵字的話 那就幫我找到 所以喔 我再做一次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到 對不對 然後 不管前面是什麼 所以 就是我習慣是雙引號 AND 然後在雙引號裡面加上等於星號 就是 不管前面是什麼 什麼到 OK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是AND 然後到什麼 所以AND 然後 什麼字 所以就是一個 信號放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 最後得到結果 是 等於 信號 到 一個 就是說前面 不管什麼字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反正中間有倒這個字就幫我算 加1 這個有沒有 有加1 有加1 沒有 跳過 一直算完 算完得到結果 那就是37個 好 那你說這個做完之後 公式在這邊 反正就長這樣 按確定之後 那底下的話呢 還有其他要統計就簡單了 因為只要 往下拉 放開之後 其他答案就出來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多次數的 是哪一個呢 其實你會發現 我隨便放一個 有這個關鍵字 居然44個 比道跟德聖人還更多 所以他到底是道德經是講無為呢 是講無還是講有 其實我發現 他其實重點應該 不是只是單單講無為 無為應該是比較後面的境界 應該是說你要先有為 才能無為 OK 也就是說你要享受之前 你可能要先耕耘 如果你沒有耕耘 你怎麼享受 如果你只是想要無為 我想要躺著就好了 我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應該 不是他要的啦 OK 好啦 反正這個你們自己要體會一下 那最後做完之後 一樣喔 我如果希望 畫個圖表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數量雖然出來了 但是如果有圖表 像剛剛磁條圖的話 那會更感覺 清楚 而且其實還比較專業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要讓他清楚 又專業的話 最後呢 一樣呢 在這個地方 插入什麼 這個 我們就不是樞紐分析圖啦 我們是插入圖表 所以你在插入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直條圖 然後不用立體的 用平面就可以了 就這個 群組直條圖 有沒有 你就點 插入 然後 這邊就有個 直條圖了 然後選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直接點選他 他就幫我畫出一個直條圖 那你就把它放到旁邊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 關鍵字 等於是關鍵詞的 一個統計啦 所以這邊也許給他一個名稱 叫磁頻統計好了 所以這個 這個練習就是 請你幫我做一個磁頻統計 然後並且把這邊一樣 我習慣就是把它放大一點 然後加一個 顏色 加一個粗體 好 這樣就 完成了 不過啦 你說老師他可不可以 按照那個順序排列啦 那也可以啦 你有優標放這邊 對不對 B2嘛 然後資料裡面做什麼 Z到A比較好 你這邊排喔 這邊也會跟著排喔 有沒有 如果你要A到Z的話 有沒有這樣排 兩邊是會連動的 OK 而且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圖 相對於那個表啦 你那樣看圖應該會更直覺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最後 越多圖越好 而不是一堆的數字給你看 你會頭暈啦 OK 好 所以今天最後的 練習啦 反正就是 剛剛長橫哥的那個 制頻的統計之外 另外的話 請各位就是 做第二個練習啦 這應該也不困難 就是 道德經的 持平統計 那我把關鍵再講一下 一 請你插入一個 空白的工作表 然後給兩個欄位名稱 這兩個欄位名稱的話 我是取 關鍵詞啦 還有關鍵詞 關鍵詞 也可以啦 然後第二個欄的話 就次數 然後呢 你就把這些 可能的關鍵詞詞 放上 當然不一定完全跟我一樣 或者你可能有發現 還有更重要的關鍵詞詞 也可以放進去 OK 然後呢 統計一下數量 數量的話呢 我們剛剛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康乙佛 我覺得康乙佛太好用了 因為以後很多地方你只要算次數 你會用康乙佛兩項就算完了 有沒有 但如果不會啦 我跟你講 你就要眼睛比 像比如說有新舊資料怎麼知道 新的跟舊的有什麼差別 康乙佛就可以升任量 這樣就可以把它比出來了 但是不會的人就慢慢在比 比完還不一定正確 OK 好那最後的話就是 前面是範圍 就是 Range的話指的是 你要查詢的範圍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我是有加錢的符號 因為向下填滿會 加一號 你就不要讓他加一號 然後 最關鍵就是這個criter A2 就是他這個字 前後記得加上等於星號 and 後面加一個星號 就幫你算完了 OK 那一樣我會把這個最後 完成的畫面 雲端上面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很好 好 感じ